主席,我請政府經濟顧問向大家介紹香港經濟的最新表現和展望之前 我想指出,特區政府在上星期五就劉小麗女士、姚崇嚴先生、羅冠聰先生和梁國雄先生四位 展開了法律程序,要求法官裁定他們的宣誓無效 在這個情況之下,在法庭就有關的訴訟,律政署給我們的法律意見 就是作最終判決之前,公職人員包括我本人,需要跟隨政務司司長 在2016年10月31日和11月8日至立法會主席的信件指出的立場 不會回應這四位人士的問題和意見,多謝主席 政府在處理這四位議員的法律立場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他們也看到今早的情況,也考慮到整體的公眾利益 和希望讓議會繼續正常運作 所以在稍後的會議,包括今天下午的會議 是會在不改變對這四位議員法律立場的同時 會回答所有議員的提問 作為立法會主席,我也感到意外的 因為實際上,除非在法律上說這幾個議員 再不成為議員,我覺得政府都是要去尊重他的 也要尊重立法會 政府就會沿用在10月31日和11月8日 那兩封信用回同一件事的方法 繼續處理立法會事務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暫時舒緩議員同時的不滿 我們明白在律政司裏面是有些意見 是一個法律意見 但是法律意見和政治上和行政立法關係 是未必是完全吻合的